- 今晚回到香港觀塘直播室的現場 今晚我們有發潔師叔 - 各位好 - 其實上個星期已經打算約師叔 - 剛巧有其他事情了 - 因為有一件事已經是上個星期 - 很多人都想說了解又見你 - 很多時候留意一些靈異的新聞 - 都可以討論一下 - 今天先講兩件事都不是關於香港 - 不如先講台灣 - 剛才是台灣回來了 - 你知道台灣也有很多這些官人精怪的習俗 -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個進香團 - 帶點朋友過去 - 今晚稍後時間第三節 - 都會跟大家去看看一間廟宇 - 他是聘請蟬鎚的 - 三腳蟬鎚 - 沒錯蟬鎚錢 - 咬金錢 - 所以待會看到我們的片段 - 基本上大部份的團友都很幸運 - 或者有些已經夠富貴了 - 就不用了 - 都不喊錢便有人嚴少 - 國常說你已經很富貴了 - 給其他人 - 可能會這樣 - 三次聖杯裡面 - 只要責中一次便可以聘請到 - 即是緣分 - 或者你跟那個神明 - 剛剛那一刻按不到而已 - 會看到這個過程 - 還有那個宮廟主持 - 其實他也是上童的 - 當日就上了一個祭公師父 - 即是祭公善師 - 祭公神 - 上來就為我們的善信 - 即是談談健康的問題 - 最主要是醫健康 - 是的 最重要就是這樣 - 待會就會看到 - 不如說說一件台灣的事 - 就是剛剛新鮮 - 都會在一些Facebook - 或者群組裡面說 - 也有人去問師叔 - 先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 有一件衣包 - 奇怪的衣包事件 - 是的 - 即是突然間發現 - 其實事情是怎樣 - 久不久都會有些粉絲 - 即是網友 - 是的 - 見到有些怪物就會PM我問 - 是的 - 這一宗是在台灣群組 - 是的 - 是的 - 那群組有一個善信說 - 一打開門 - 門口就見有人放了一個衣包 - 是的 - 那個衣包怎樣呢 - 張圖應該我Facebook有的 - 有的有的 - 是的就是這個 - 是的 - 還有一個衣包在那裡 - 它是很好的 - 它有一個膠袋裝著 - 是的 - 之後還包好了 - 這個是台灣的包法 - 香港那些不是這樣的 - 是的 - 樣子也是這樣的 - 是的 - 它有一個封條 - 大家可以看到 - 正式的寫法是這樣的 - 這個是對的 - 這個寫法就是 - 不過他們可能寫阿拉伯數目字 - 但台上也寫中國數字 - 是的 - 他說很害怕 - 因為一開門 - 看見我的衣包在那裡 - 會不會有問題 - 或是走衰運 - 這樣說 - 其實我已經留言說了 - 我見過事主都讚好 - 他說 - 第一 - 衣包就這樣放在門口 - 即是我先排除了這張照片作假 - 是的 - 可能有些人想弄你 - 我作劇 - 或者是送錯課 - 或者可能是你家人找出來 - 放在門口打算扔的 - 你又見到以為有人弄你 - 即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 但是會不會有騙運呢 - 第一件事我們首先要留意的是怎樣 - 衣包上大家都知道 - 一定會寫先人的名字 - 沒錯 - 和誰燒給他 - 何時燒給他 - 第一件事 - 如果衣包沒有寫你家人 - 或是朋友或是親戚 - 任何的名字 - 其實第一件事你不用怕 - 是 - 應該是送錯或是我作劇 - 第二 - 其實大家都應該燒慣衣包都知道 - 他燒的時候就會寫回燒那天 - 是嗎 - 現在是葵卯年 - 他寫了任人年 - 是 - 之後他的衣包是過期的 - 所以可能是燒漏了 - 燒漏了 - 或者是人家拿舊的衣包 - 可能跟他有仇 - 或者是弄他 - 或者是弄錯了 - 送錯了給他 - 其實這個衣包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 你說有沒有行騙運呢 - 心理上一定會有的 - 心理上你會覺得不好 - 但正確來說是不會的 - 因為都沒有你的資料 - 是的 - 可能你當他是擺錯 - 但如果你說你心理上覺得不好 - 你經常是疑神疑鬼 - 你覺得有些事情是不順 - 便會賴個衣包 - 搞到我這樣 - 這樣就沒得說了 - 但可以老實說 - 我覺得有機會性是很微的 - 是 - 搞到你有行騙運那些 - 因為那些資料完全都不適合你 - 如果你說這麼不幸 - 其實如果你要弄弄他 - 為什麼我不用陰獅子 - 用溪錢 - 審在你門口 - 總經濟 - 不是總經濟 - 不是總經濟 - 是不是欠人錢 - 還要包得這麼好 - 所以九成都是搞錯的 - 是 - 好了 - 我就說如果你說想 - 即是你不知道怎樣處理 - 如果你明知道他是惡作劇的 - 其實你扔掉就可以了 - 但如果你說你真的想著 - 扔掉還是燒掉 - 其實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 就沒有了 - 最好是不好的 - 但如果你說一般做法不行 - 我怕的 - 如果我得罪了一些事情 - 那怎麼辦呢 - 你如果真的找不到專業人士去搞 - 你就可以去一些公家桶 - 你不要自己買桶 - 在門口燒 - 去一些公家桶 - 這樣就燒掉 - 你燒的時候你就會說 - 那個衣包不是我們的 - 我不認識這個人 - 是 - 那個衣服就是善心幫你燒掉 - 有什麼事你找回家人 - 這樣就OK的了 - 但如果你明知道我是在家 - 其實你扔掉就可以了 - 是的 - 所以不用怕 - 這個就少一些在香港發生的 - 是的 - 或者可能是那些清明 - 拜山時間 - 漏了而已 - 是的 - 這個就不知道 - 是的 - 又或者可能 - 是的 - 是的 - 可能是 - 是的 - 是的 - 刷流量 - 是的 - 可能有些人會拿一個人刷流量 - 有些人會拿一些事物刷流量 - 是的 - 不奇怪的 -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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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 那個事主是這件事的事主? - 是的 - 台灣那個 - 是嗎 - 即是那個帖子出帖子 - 即是他沒有留言只是like - 我想應該知道怎麼做 - OK - 好的 - 這個就簡單說一下 - 因為這樣就是台灣的事物了 - 是的 - 不過台灣真的很多 - 一些習俗上的事物都很有趣 - 跟我們很不一樣 - 是的 - 也有很多 - 譬如說 - 譬如請童那些 - 是的 - 他們元素多很多 - 是的 - 和我們做法有點不同 - 是的 -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自己是 - 喜歡宗教的東西去到 - 你會覺得很多東西看 - 百花齊放 - 百花齊放 - 香港那些好像很簡單 - 很簡化的 - 但他們那些真的做到好足 - 你會看到我們會很開心 - 也是的 - 譬如一會兒大家看到那條片 - 我從頭到尾都看一次 - 即是究竟 - 說真的 - 我雖然帶大家去看 - 我對他們的認識 - 可能是有一次兩次 - 我認識了 - 帶一些團友過去 - 但我始終不太認識 - 他們全部東西 - 究竟是否堅定留先 - 最後 - 那我就最後 - 都要看回所有 - 由頭到尾的東西 - 好 - 所以有些事情 - 稍後時間才跟大家說 - 好 - 接著有一宗東西就是馬來西亞 - 西亞有的 - 這就是整個星期 - 其實應該兩個星期 - 香港遲了一個星期才報 - 是的 - 這一宗是比較害怕的 - 是的 - 我想大家在網上見過 - 是的 - 有一位大馬的線索 - 其實我聯絡過他 - 他也回覆我 - 是的 - 他也回覆我 - 他就說 - 去到先人的墳墳 - 打算把骨灰移到別處 - 是的 - 開了個碑的時候 - 發覺骨灰下面 - 這邊就 - 今天這個地方 - 是我們北台灣最厲害的零探地點 - 聽說這裡之前有一個警衛 - 半夜被鬼附身 - 中邪了 - 然後跳到我們水池裡面 - 自殺生亡 - 文字 - 還有抽象的圖案的訊息 - 只要我閉眼睛的時候 - 就可以感覺到 - 小心 - 抱歉 - 不好意思打擾了 - 哇 這個是什麼地方 - 哇 這個好像下詛咒 - 你看 - 是什麼 - 哇 - 哇好大喔 - 你看 - 會打一個電話 - 通了怎麼辦 - 通耶 - 再搖 -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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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魚 - 這邊我幫你找 - 哇 - 這麼高 - 哇 - 剛剛有東西在晃 - 褲子是後面 - 對 這裡 - 黃色的 - 黃色的 - 對 - 幢了 - 只是写著那張照片 這張照片 寫了一些經文 這些不是中式的東西 應該是泰式的 總之是湖南亞一帶了 這個圖 大家應該看過 這張圖有個女生的樣子在拍攝 這樣事主座就很害怕 你這樣放在我的先人那裏 會不會搞到我的先人 搞到我的後代 有沒有搞錯 其實我用一個中式的 其實在法科世界來說 很多東西都是大同小異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在我們中式 流出東南亞 第一我們要把照片紮到一個骨灰底 或者甚至乎我們法科叫爐底 通常這些都是作咒 即是咒那個人 一定是沒有其他東西 基本上也是 九成都是做這件事 等於我們行法科 譬如說我們將一些人寫了時辰八字 下符紮到爐底的同一個道理 要他混濟 要他失敗 未必要他死 可能要他失敗 行衰運 這是第一件事我就覺得是 第二件事 他上面畫了一些符紋 經文 因為我不懂得看 可能是泰文那些 但這些經文就等同我們的符 放在一起 令到這張照片的事主行衰運 其實會不會對先人有問題 影響性其實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呢 其實他是想借一些陰的力量 去搞亂這個生人 你說會不會影響這個家族的後人 或者先人 其實影響不算大 因為他這張文章 我不知道他外國的法科 會不會是用原子筆寫就搞定 但是如果你說正統來說 我覺得就有些 有些行外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的 你應該會用一些寫經文的筆 不是籌其或原子筆 其實他還有一張照片是一張紙皮 有些字寫了下去 那張我覺得也不是太專業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些人看了一些書 說詛咒人是這樣寫的 然後找了個位置 就擲在一邊 想著這個女人就在陷害了 這樣說 而後來我們也看到有一些 懂得泰國東西 懂得東南亞東西的人 也講解過 其實這張這樣的陣 都是一些詛咒人的陣 但就不是太專業 因為他寫的數字和符文 其實就不是正式師傅這樣寫下去 所以他說這個陣 其實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他說也不是太專業 跟我的道理一樣 之後我就跟我的自主說回 因為其實有個線索 應該是他的朋友 就是知道你會有什麼 我也說 其實在馬來西亞沒有人不認識我爸爸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解釋給他 你不用怕 其實你把照片燒掉就可以了 但你也不需要理會這個人是誰 其實你做回自己的事 運回骨灰 放回新的地方 燒一些衣包 做回事 其實已經可以了 不過我覺得這一間放骨灰的廟 保安真的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會被人放進去 這個真是古怪 因為你要是工作人員 才會做到這件事 或者是負責骨灰的人 跟這個女生有仇 不奇怪 他自己就放了一張照片 但問題是 他說他入骨灰的時候 他是看著他進去 那時候沒事的 他又不知為何突然會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是生氣的 還有有點擔心 但是他聽了我的解釋 他自己也說 他說我沒有做過壞事 其實我亦都不需要派什麼 我說你放心 不會有東西的 他都沒有東西 都做回所有的東西 放在新的位置 其實害怕的就不是這個主家 是這個女生 是這個女生才害怕 主家其實就不太害怕 這個女生如果看到這個新聞 嘩 什麼事 為什麼自己的照片被人放進去 其實到現在都不知道這個女生是誰 我想知道也不會承認 那究竟什麼事 不過如果你說那些作咒的東西 如果真的在泰國的東西 你可能會看到 或者是針吉 或者其他東西 是嗎 不只是這樣的 不是那麼簡單 還有有些可能 你真的會用到一些血 那類的東西 因為我爸爸以前 是給過一些真的泰國師傅做的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上去會專業很多 不過我沒有想沒有性 我無法告訴大家 起碼就是用一些血 或者他的質料 不是那麼簡單 在照片上用原子筆畫 那算不算是鋼頭呢 某程度也算了 你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鋼頭一件事 就是他要用一些訓練才可以 其實事主擔心會不會 拿他先人來訓練鋼 或者鼓那類的 鼓我覺得肯定不會 因為鼓是蟲 鋼我也覺得不會 因為如果是鋼的話 那個不是實物 不是骨 你是灰 那你怎麼訓練 你都沒有實質的東西 所以我說這個不用擔心 應該就是他想著想詛咒 這個女生 看了一些書 寫了一些東西 隨便找骨灰 然後按下去 想著就好像我們叫做宅奴底 去做 所以其實整件事就不用太擔心 但是你有沒有遇過在香港有這樣的事情 類似的這些被發現 或者出現這樣的作咒 香港如果是鋼骨灰 我是沒有見過的 但是呢 鋼爐底 我是見過很多的 噢 鋼爐底是好東西的 當然不是 鋼爐底 而且你要看是鋼上面還是鋼下面 因為其實我自己走法科 譬如有些人是惡人 或者有些弟子是不忠 那類的東西之類 總之是壞人那些 那些師傅就會念咒 寫符 然後做一些事情 這些我不深入講 因為我不想告訴大家 他就會將那些放在香爐底 如果你說鋼在上壇的香爐 就叫做教訓他 如果鋼在下壇的香爐 就大件事了 或者鋼在外面的地主供的爐 就大件事了 就擺明有機會要他死 所以其實怎樣鋼也有分不同 以及你下什麼符去鋼也有分不同 但是我們正式師傅 其實通常都不會這樣做 但是有一些可能 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想做 其實我真的見過 我也見過這些 不過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我就是剛才說 為什麼鋼在下壇是好 因為我突然記起 我們去涉太水是不是鋼在下壇 涉太水就不一樣 涉太水不是鋼在下壇 涉太水是放在下壇 都是下壇 不是 泰水底 那個帳底 其實那個帳下面 有些會有個箱 或者是有個位置 讓你把時間都放在下壇 不是鋼在下壇 如果你說鋼在下壇 其實他會放在下壇 但是那個爐是你自己的 就不能夠混在一起 但是有機會 各門各派不同 有些派表可能放在下壇 不奇怪 但正常是鋼在太水底上 所以如果對這方面 又不是太認識 第一時間可能都會說害怕 整天都會有人打電話 我是不是被人下降頭 就是懷疑被人下降頭 其實是有很多的 不斷地說我是不是被人下降 當然你說是不是被人下降 不知道 但很多時候有人說 看眼睛 有條線 那些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牽絲 不知道叫做是不是 是的 就是看眼睛 眼角 嘴角 是有機會看到的 但是當然要看他下什麼降 還有有時候未必在這些地方 看到可能他的行為 即是告訴你 他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遇過什麼人 吃過什麼 喝過什麼 我們都會猜到 他有機會是 例如晴降 但是現在不用 如果真的鋸爐底 就可能已經是 所以不用拿東西 不用 其實如果真的要鋸他 所以你起碼 頭髮指甲他都一定要有 你沒有他DNA 那些東西 你怎麼會更加靚 如果只是鋸一張照片 鋸一張照片 其實效果 就不是那麼大 很多人都怕怎樣 怕一張照片 你給他時仁八折人 那就糟了 師傅一定拿來做事 其實機會率就不是那麼高 以及做不到多少 因為如果是這樣 我隨便找一些明星的照片 鋸進去做和合 我就跟他在一起 那你不是這樣做 最起碼 你起碼要找他穿過沒有洗的底褲 或者頭髮 穿過還沒有洗 那你還要做一段時間 還有你真的跟他有關係 有關係才行 你不會無緣無故做一個 你根本不會認識他的明星 或者不會認識他的人 你會跟他和合得到 不行 放心 總之有些原因 或者他拿到某些東西 才應該搞到 師叔 最近有沒有一些案子 有些小朋友 對 我今天收到有個客人 發了一張照片 說小朋友只有兩歲 對著長角 不斷叫害怕 還有哭 其實我正在跟著 就是剛剛我正在問他 因為我也要多些資料 還有可能要看一看 當事人才會知道 這樣說 現在我還在跟著 如果你說小朋友 其實看到這些事情 就不奇怪 但是通常我們會怎樣做 你看到他當然 但是他也有機會 可能幻想或者說謊 第一件事 以我兒子的案子為例 他也曾經試過這樣 我就會跟他聊 沒有了嗎? 看完了嗎? 對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往內八百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往內八百的一個combo 還有也可以上課 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快 同時也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